过完年之后 我们接到一个严峻的任务 就是老板给我们新的指标 说希望未来的一年 搭车帮买 可以帮客户完成 一万辆车的成交 我说是很好听 但是一万辆什么概念呢 其实要完成一万辆车的成交 难度不在于客户 你们都很给力 问题是我们的时间 我们的人手不足 要帮客户提好一台车 搞定一台车 要落实方案 要找资源 要搞定各种的付费 要客户满意 甚至还有一千端的 一些导购的需求 所以这个时间周期 其实是挺长的 各位其实那种需求 都比较细比较多一点的 所以一万辆要增加人手 所以我把新的用法 不如老板这样的 你把请人的这个费用 变成福利 让大家我们这里买 有额外的福利 直接过来买就好了 如果过来我们这边 可以送一些 我们大车的一些福利 一些商品给大家 我可以给大家周边联动一下 也可以给大家更多的福利 不就是两边都好 我们的操作更加简单一点吗 老板说OK 所以就有接下的环节了 各位我们最近大车帮满 不是改版吗 改版之后多了几个入口的 第一个车问问导购 第二个直接找方案 第三个大家车福利 就是埋藏好就这里了 如果在我们大车帮满 福利这边去下单成功 并提车之后呢 比如小朋友的车型呢 我们可以送你额外的福利 如果是住餐长地区的朋友呢 可以来到我们大车车磨这边 去送你一个金属的车窗磨 如果不喜欢车窗磨 也可以把这金属磨的钱 抵成现金 然后再换成车衣磨 再加钱就OK了 都是你喜欢 甚至来说我喜欢一些 你们的其他周边产品 变成我们商城的积分 我们可以送你40万的积分 就等于4000了 你可以换衣服 换里面的什么电卡 购物卡都是OK的 反正都是一些额外的福利 可以给到大家 当然了 不同品牌呢 肯定会有不同的福利政策 给到大家的 具体呢 记得进我们小人去 大车福利里面 去落实不同品牌的这个福利政策 起码现在我看到呢 理想 阿维塔 吉克 小鹏之类呢 都会有额外的福利 可以帮大家去安排了 而我们这个福利政策呢 会在3月19号开始 在我们大车帮买这里 下单买指定品牌车型 记住一定要提车成功之后 再找我们大车帮买的客服 帮你去核销发福利给你呢 才OK的 希望呢 我们这个政策呢 在我们这里 跟大家交个朋友 先问我们一定不会吃亏